大家好 我是老黄 今天我看到一则新闻来自于美国之音 他说的是今天是4月17号 这个新闻是星期五的 也就是昨天在洛杉矶移民法庭上 有一个来自香港的青年人才19岁 他是从墨西哥偷渡进美国的 然后在美国申请了政治庇护 他一月份 大概二月份申请的 然后就前两天14号批准 也就是说刚刚好三个月的时间 他就批准了 是在移民厅上 也就是在法庭上 法官批准他的 这个时间相当快 只有三个月时间 大致上这个新闻我给大家念一遍 今年1月逃进美国的青年 这是一个香港青年 他用的画名是香港垂老 他就面见了他的一些朋友 这些朋友在他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 然后在美国申请了政治庇护 然后批准了 批准了以后呢 他就跟他们到戏见面 他非常的兴奋 他说我终于回来了 就是他享受了 他生活在那种 就沉浸在这种重获自由的喜乐之中 他是19岁 他不愿意用自己的真名 因为他担心他在香港的亲戚 朋友 家人 包括他的那些同学会受到影响 所以他不用他真名 大家在这个新闻上呢 就是说他是香港垂老 他这个是这样的 他2019年3月 香港开始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呢 这个香港垂老 才18岁 甚至还不到18岁 正在高中读高三 即将毕业了 而且他在6月9号 香港爆发那场超过百万人的大游行中 他已经考完了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但是呢 他参加了反送中的四维游行 也参加了那场百万人的大游行 而且呢 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也就是和警察对抗 结果呢 被定为暴徒 那么这个香港垂老呢 告诉美国之音 他跟他们谈话 他不用真名 因为他在中国的爸爸妈妈和朋友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今年1月10号 这个香港青年 他在人舌 也就是说在舌头的帮助下 从墨西哥 越过这个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 进入美国 落脚在那个加州的洛杉矶 2月上旬 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专访 不过呢 随后呢 他又偷偷的跑回到墨西哥去了 他干什么去呢 为了帮助另外一名香港人 也是一个香港年轻人 因为他自己可能这条路线走成了 然后他又遣回墨西哥帮另外的一个 我们就叫他们香港人喜欢说手足 帮他呢 想逃到美国来 结果呢 很不幸 他在边境呢 被美国的那个边境署 也就是移民局给抓住了 结果呢 就送到了移民监狱 在这一点上 我很佩服这个这位19岁的年轻人 自己成功了 还返回去 把另外一个人 想把另外一个手足给救出来 这一点非常令人钦佩 结果呢 他被送入那个移民监狱 他就在监狱里面呢 申请了政治庇护 我相信移民局是拒绝了他 否则他不会上移民庭 上移民法庭 因为上移民法庭都是移民局拒绝了你 然后你的律师帮你启动上诉 到移民法庭去一见高下 那么两个月以后 他的政治庇护的申请批准了 这样子呢 他就拿到了美国的合法拘留 那么代理他这个案子的一个姓孙的律师就说 这是他第一次代理香港人的案子 他就说呢 这个律师就说呢 结果是意料之中的 因为毕竟呢 这个程序都是公开的 而且呢 那个法官呢 对香港的局势也是非常了解的 那么这个新闻大家可以到这个 就是自己去看去 就在美国之音中文版 你们可以看到 我谈这个新闻 我主要是看了这个新闻呢 对我有点触动 我想谈谈几点看法 也可能我的看法对各位呢 有帮助 第一 他是偷渡进美国的 那么换句话说 按理说香港人 他们那个香港护照是很好用的 含金量很高 尽管你没有BNO护照 但是你香港特区护照 在很多国家也是免签的 那么这位香港青年为什么要偷渡进美国 我就想起了前段时间我见过两个香港客人 我跟他们聊过 当然了 我也帮他们打电话申请政治庇护 但最后呢 他们都有了预约 那么我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 我就问他们 我就说 你们香港护照不是挺好用的 为什么还有人通过这个非法渠道进来 那么他们就说了一点原因 也就是说 他们这些人 年轻的大学生 在香港被定为暴徒 然后呢 他们的护照给没收了 或者给上交了 有的是被警察抓了 然后保外 然后放出去 护照给没收了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可能通过拿护照 通过合法的途径进入那个西方国家 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所以偷渡是他们唯一的办法 否则呢 他们的生命就有危险 这是一点 那么其实呢 我在前两天做了视频呢 关于这个英国呢 他们要改革这个庇护的制度 他们要把偷渡的 就是非法入境英国的 合法入境英国的 申请政治庇护的人 这个待遇上面要区分开来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为其实真正在中国这样一个独裁专制国家里面 藐视人权的这个国家里面 真正里面的受过迫害的人 或者政治意见人士 或者被政府不欢迎的这些人 他们是很难拿到自己的护照合法出境的 当然有 有的呢 刚刚插边球 可能还没有被控制之前 他已经跑出来了 这种人不是没有 那当然你要教他们非常的顺利的拿到自己的护照 根本就不可能 还有现在大陆对护照控制的很厉害 有些稍微有一点地位的人 他们的护照可能都被他们原来的单位给收走了 就集体保管 所以这种人如果想跑出来的话 你要他通过合法渠道出来 实际上根本就是不可能 那么有一位网友说 那么政治必然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呢 我是同意他这个说法的 这个香港年轻人呢 他是偷渡进来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也就是说 他是在法庭上法官批准他的 换句话说移民局 美国的移民局肯定是拒绝他了 也就是说 尽管香港现在人权状况非常的差 受到了国际的谴责 但是呢 当你真正到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去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 并不是说百分之百你就能成功了 并不是说你香港来了就全部立马全收 因为他是按照法律来的 移民局要根据你的口供证据 因为香港人权现在是很差 但是你是不是遭受到了迫害 这个呢 他们是有一套程序的 并不是说你就在移民局这一关一定能批准 所以他是在法庭上批准的 在这里呢 我就是要说的是就说是 在边境申请政治庇护和入境了以后再去申请政治庇护 到底是哪一个好 其实呢 我是主张入境了以后 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充分的咨询工作 然后再去申请政治庇护 但是这个时间呢 可能在对美国的情况我不了解 如果你入境了再去申请 可能处理的时间会拖了很久 如果你在边境上立马提出来申请 好像美国呢 就说处理的比较快 但是也有可能把你送到这个遣送中心 或者移民监狱在里面 他走一个快速通道 就是他很快的拒绝你 很快的或者批准你 那么这个就是说看你怎么说了 那这位香港青年他是在第二次返回 从墨西哥返回美国的时候被抓住了 所以说送到监狱里面 送到监狱里面 他在监狱里面抱了奈米 然后立马被拒绝 然后上庭 上庭的速度也很快 这个和英国将来也要执行这个 就叫fast track 就是说是特快通道 有好处 有坏处 好处就是说快 坏处呢 那就是说立马结束了 然后呢 进入遣返程序 但是呢 其实在英国我疫情前 我接收了几个案子 他们都是在飞机上报难民的 实际上到现在都没有第二次打免事 所以根本就不快 你说你在飞机上报难民 你能够快速处理 实际上他们快速不了 和在入境了以后再去报 差不了多少 都要等个几年 两年一般是正常的 那么第三点呢 我就要说 他入境了以后 这位青年 入了美国 然后他又返回去 想把自己的一个朋友给接进来 这个时候 他可能移民官会怀疑 他是蛇头 换句话说 他第一次进来 他是被人蛇 就是蛇头带进来的 他是受害者 蛇头是个中介 那么这个在各个国家的移民局 都要严厉打击的 英国也要严厉打击这些中介人 但是你进来了以后 你又返回到墨西哥去 再把自己的朋友接进来 那移民局完全有可能认为你就是蛇头 你以前不是 但你现在这个行为就是 所以我在这里就觉得移民局为什么拒绝他 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因为他第二次被抓的时候 他是一个中介人 是一个蛇头的 你说他把另外的一个年轻人想带进来 结果在边境上被抓 那么这个当然是要严厉打击的 所以我相信移民官当时没有直接批给他 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最后他坚持上法庭 那么上法庭 那么法官他会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这个道理说了通 法官接受你的这个合理的解释 法官就相信你 那么这个年轻人的解释 我想根据我的估计 那就是说他在中 不对 他在香港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出来 因为胡桃肯定是被没收了 或者被上交了 被控制了 所以他投赌 他只能投赌 然后他进来了以后 再把另外一个自己的手足再办进来 他们是互相帮助 并不是什么蛇头 不是那种那个犯罪集团 我相信法官相信了他这个说法 结果呢就是说他很快的就批准 三个月就批准 这是非常迅速的一个速度 我看不出还有比这个再快的 一般的草民 包括一般有名的那种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著名的这种政治意见人士 有的时候批起来都没那么快 那么我想他这么快 可能是和美国那个这个 批准的这个程序有关系 因为他是关在这个移民监狱里面 所以这个是属于一种特快处理 那么根据这个事情 我呢就是说 有两点我有点感叹 就是说 将来如果中国大陆 如果你那个中国大陆的政治意见人士 或者那个宗教的教徒 如果你出来以后 如果你是通过非法途径出来的 偷渡出来的 那么我想你的护照被没收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 或者你的申请护照申请不到 他们刁难你 所以你没办法拿到护照 或者你原来有护照被扣留了 那么最后就是逼迫你 不得不找中介 找舌头偷渡出来 我想这个应该根据这个案例来说 应该是个很好的解释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坚持到底 申请政治庇护呢 你就是说一定要坚持到上法庭结束 你不要害怕上法庭 这个法庭不是你在电视剧里面看的那种 戴着白帽子的法官 一判你有罪 或者旁边还有什么陪审团 这个移民庭不是那种庭 他只是由法官来判定 他相信谁 相信你 他就批准给你政治避难的身份 如果相信移民局 他就拒绝你 但尽管拒绝你 你仍然还是可以再上诉的 那这个呢就取决于法官的判决书 里面有没有严重的法律上的这种漏洞 那么这是给我两点的一个启发 我希望我通过我这个看法 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呢希望能够 你们能够在这个案例当中 能够得到一点益处 尽管它是美国的案例 但实际上英美这个司法制度大同小异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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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